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日,美国的万圣节,很多观众都是话得中来到了赛场看球。 明尼苏达森林郎队主场对阵由他绝世队,这是一场从开始之前就可以预料到的艰难的比赛,其实是一支强队,他们阵容完备,球队体系攻防俱佳,森林郎想取胜,本身就很困难,更何况,吉米巴特勒和杰夫蒂格都将缺席本场比赛,森林郎的实力大打折扣,西伯杜使用德里克罗斯作为肩帮后卫,这个选择, 很有预见性,本赛季罗斯的竞技状态非常好,身体也保持着最佳状态,前期场比赛,他都是作为球队第六人出场,场均打28.4分钟,贡献14.3分4来本4.8助攻,他对自己的表现也充满自信,并说自己将努力,争取本赛季的最佳第六人,西伯杜给了自己的弟子充足的表现机会, 罗斯在场上根本不是一个底线球员的待遇,而是球队老大的角色,尽管球队中拥有维基斯和唐斯两个众,都拿着一员的合同,可罗斯仍旧可以随意的支配球,维基斯无心争夺球队老大的位置,可就连唐斯也一直按着罗斯的节奏在打,打到第四节时, 罗斯的得分逐渐,得向他职业生涯最高分靠拢,35分,37分,39分,41分,44分,46分,48分,50分, 对于从芝加哥公牛时期就关注罗斯的粉丝来说,每一秒的度过都是煎熬的,球迷们既期待着罗斯能够打破,职业生涯最高分42分, 又在祈祷着他不要因为长时间比赛而受伤,西伯独没有想让罗斯休息的意思,他想的,就是让罗斯重拾当年的自己, 他要唐斯,维基斯,吉布森,奥科几把球都给罗斯处理,最终,罗斯拿到了50分,时隔2814天,他的十字韧带严重受伤之后,他走过巅峰77年多时间之后, 他打破了自己巅峰期的得分记录,就连罗斯自己,也忍不住红卓眼,比赛还没结束时,他就忍不住落泪, 但是他在场上拿球的时候,是自信心在支配他,没有恐惧,没有骄傲,只有赢球的信念在支撑他,直到比赛结束,罗斯才忍不住落泪, 他是一个内向的人,习惯于把喜怒爱乐藏在内心,他承受了太多的不甘和委屈,都在这一夜胸泻而出, 比赛中有三点关键剧情,让这场比赛注定伟大,其一,罗斯关键时刻连续得分,帮助森林郎占据优势, 双方比分焦灼之时,疲惫的罗斯依然在场上,面对戈贝尔的防守,他的后撤步跳投被封盖,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进攻信心,很快他突破到篮下,一个去往后,在飞走的戈贝尔身后, 打板得分,随后,他抢去卢比奥,在三秒去外单身勾手得分,连续两次进攻得手, 刀刀剑血,7-2,森林郎128-125,领先三分,最后13.8秒, 爵士还有机会追平比分,克劳德三分线外获得了很好的投篮机会, 在球弹框而出,爵士抢到篮板,路比奥分球到底角的英格尔斯, 后者再次弹框而出,又是爵士篮板,克劳德被球给左侧底角的艾克萨姆, 后者三分出手,被罗斯封盖了,这一次封盖就是这么巧合, 前两次出手和罗斯没有关系,但恰好是艾克萨姆的最后一投, 恰好是罗斯,用封盖终结了比赛。 7-3,罗斯本赛季第一次首发出战,31投19中得到50分, 打破了自己在2011-12赛季创造的个人得分记录42分, 并且他在比分十分焦灼的比赛中,凭借自己的疯狂表现, 帅队赢下了比赛,和前两次的42分不同的是, 本场比赛他三分球七投四中,那两场他三分共计12中啊, 罗斯哭了,现场很多观众哭了,哭得更多的是陪着罗斯走过十年的老球迷。